二军犯下的暴行陆续不断的传出影片 相当屠成的画面 连天主教的教宗也在周三的梵蒂冈弥撒当中 流露出悲痛到言语很难形容的情绪 在他双手摊开这一面 是从被屠成的布查小镇送出的乌克兰国籍之前 教宗方济各很例外的 他拒绝了当时要递给他的讲稿 仿佛在这个时候提到欧战同感被动 胜过千言万语 教宗最后稳了这一面乌克兰的国旗 对无辜百姓表达安慰和持续的支持 现在欧洲民间出去了躺下抗争的风潮 也有人把自己的双手反绑 要象征被乌军虐杀的乌克兰百姓 要求欧洲各国要对俄罗斯 能不能再有更强硬的制裁措施 忍着膝盖疼痛 教宗方济各6号在梵蒂冈举行每周公开接见活动 在台下信徒的掌声中 教宗一开口却是满满的沉重 这段话说得语重心长 当旁人要递上讲稿 教宗比了个手势拒绝 难掩心中的悲痛沉思了好久 昨天我把这个盒子拿起来 雨碧教宗站起来 接过旁人递上来的旗帜 打开后原来就是一面乌克兰国旗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教宗随即邀请当天的主角灯台 数名逃离乌克兰战火的孩子 有的年纪太小还得由大人抱着 教宗亲切的和他们打招呼 接着小心翼翼收好旗具 不忘给予一个亲吻祝福 在救人的鼓励下 孩子们脸上绽放笑容 教宗为他们送上复活节彩蛋礼物 上周末才刚结束马尔他的出访行程 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二度通过电话 教宗表示不排除前往基辅 乌克兰小镇不查遭受恶军的暴行 画面震惊全球也引发世界各地民间反俄抗争 越来越激烈 白色轿车起火燃烧 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一名男子六号开车冲撞俄罗斯大使馆 随后引火自焚当场死亡 目前方案都击人在调查 但罗马尼亚媒体报道 他两天前曾在脸书po文 表达对乌克兰战争的不满 俄罗斯在欧洲的大使馆 近期频繁成为民众抗争泄愤的对象 德国法兰克福 有民众用塑胶栏架起投影机 冲到俄罗斯大使馆外 晚间朝墙上投射 布查小镇的惨况照片 穿插英文标语 不给杀人凶手钱 使馆外被贴满抗议标语 其中一张写上悬赏谋杀 无辜乌克兰人民的普钦 但这场快闪抗争当然是违法的 德国警方立刻到场驱离 不过民怨并没有就此停歇 在德国国会大校外 数千人一起静静的躺下 有人举起遭捆绑的双手 象征被俄军屠杀的乌克兰人民 抨击德国政府在制裁俄罗斯上 断不开对天然气的依赖 在乔治亚共和国 民众纷纷将双手反绑 躺在国会大厦前 还有人模仿骑着爪踏车 被打死的乌克兰人 行动剧无声却沉痛 当全球都在乌克兰小镇 遭俄军蹂躏的震撼中 俄罗斯外交部反过来指控 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体 以假画面错误讯息抹黑俄国 强调这些行为都是挑衅 乌克兰人民的性命 就在炮火口水战中 持续被牺牲 TVBS新闻综合报道